美国分杀华为 我们是能理解的 因为美国的目标是要分杀中国的科技进步 而华为是中国科技公司的领头羊 不仅如此 华为还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5G技术 美国没有5G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抑制中国和华为的发展 美国发起了分杀华为的行动 美国知道 想抑制中国科技进步 必须全球分杀华为 而要全球分杀华为 首先必须自己分杀华为 于是美国不得不采取 在国内分尽华为的政策 不过 对美国政府不爽的是 迄今除了澳大利亚外 极少有国家真的跟着美国分杀华为 华为更是逆势在全球范围内 拿下了50多份5G合同 全球位列第一 很显然 美国围堵华为是失败的 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还有一个国家 尽量也跟着美国 想办法分杀华为 就在刚刚 由于实践证明 要部署发展5G 根本离不开华为 这国又自打脸 决定使用华为设备 观察整个过程 真的让人无语可笑 吃国是哪国 让你想不到 又在情理之中 这国就是中国的邻国 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 越南分杀华为 无论如何也让人想不到 之所以想不到越南 会分杀华为 那是因为中国和越南 并非战略对手 中越两国 还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越科技发展程度 差距巨大 中国发展科技 对越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而且越南还能从中国这里 学到很多技术 更为重要的是 越南也没有能力研发5G 中国华为与越南企业 完全不存在任何竞争关系 甚至中越在科技领域 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越南却禁华为 完全不合情理 不讲道理 当然让人无法理解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越南为何要拒绝华为呢 为了搞清楚原因 有媒体还专门 对越南的电信公司 进行了采访 结果得到的答案是 他们之所以拒绝 华为的5G设备 主要是因为担心 华为的5G设备有问题 所谓有问题 就是美国宣扬抹黑 华为的5G设备 存在玩略安全问题 越南担心 华为会不会监控越南 为了保证 所谓自己的网络安全 越南方面还表示 越南的科技公司 将制住研发5G 并声称 越南可能在2020年 推出自己的5G设备 坦率说 越南这种 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 简直是烂人感到无欲 如果5G那么好研发 作为科技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会没有5G技术吗 如果5G技术 真的那么容易追赶 美国有必要那么紧张吗 事实上 没有过多久 越南就被狠狠地打击了 越南的视剧网络 出了大问题 连视剧都搞不定 还想5G 这不是在做白绿梦吗 很快越南也认识到了 自己的真实科技实力 并决定放弃支柱研发5G 却没有停止分杀华为 那么 除了上述所谓的安全原因外 越南为何一定要坚持分杀华为呢 在我看来 还有三方面的原因 让越南决定分杀华为 一 讨好美国 美国之余越南 越南既担心 靠得太紧伤到自己 又希望借美国之力 抑制中国 同时又担心得罪中国 所以在面对中美时 越南内心是非常纠结的状态 但是在无惧问题上 越南从心理上 想与美国靠近 想讨好美国 试图通过对华为的分杀 来达到与美国保持一致 从而巩固双边信赖关系 并推进双边 其他合作的目的 二 对中国心存戒心 越南对中国 一直存在着非常紧张的戒心 其中根本原因有两个 一 是越南占据中国南海 二十多个岛礁 面对中国内心发虚 二 是由于中越 曾经爆发过战争 越南对中国 至今心存余悸 三 担心武具受制中国 越南这个国家 一向国小鬼大 它竟然想发展 至极的武具技术 并认为用华为设备 会产生依赖 影响越南武具的技术研发 越南认为自己有机会 引发出武具 如之 不但可以推动 越南信息产业的发展 更能提升越南武具地位 其实在我看来 越南在商心等代工厂 侵入越南后 认为自己有机会 在武具产业中 博取一席之地 不过 越南分杀华为 注定是一出笑话 华为连美国分杀都不怕 能怕越南分杀 就像任正非说的那样 华为不是设备卖不出去 而是不购买 真正的搞笑的是 越南刚刚只打脸了 据越南直升广播电台 9月9日报道 越南自从分杀 拒绝引入华为武具设备后 就在国内开始 制作武具技术研发 为了确保武具部署的顺利推进 越南还求助于欧洲 从欧洲两大通信设备厂商 爱立信与诺基亚那里 购买了大量的网络通信设备 然而现实却狠狠打了越南的脸 当他们揭露使用 爱立信和诺基亚的网络设备后 发现这两家欧洲公司的通信设备 完全不支持5G网络频段 越南完全是被骗了 面对这种状况 越南的电信运营商 完全傻掉了 形势危机怎么办 最后越南方面决定 放弃爱立信与诺基亚的 通信网络设备 制打脸再向华为 抛出橄榄枝 购买华为最新的5G网络设备 重新建设自己的5G网络 越南的教训告诉我们 无论是美国也好 越南也罢 逆经济规律办事 终究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美国凭借着技术底子 还可以沾着一口气 毕竟美国拥有科技霸权 虽然在5G领域落后 但伊朗很有后劲 在努力后 伊朗有可能在5G技术 领域获得突破 然而越南说自己 也要研发5G 那简直就是 异想天开的玩笑 像越南这样的国家 尽快跟上世界步伐 部署好更先进的技术 赶上大国科技的节奏 那就是万行了 对小国来说 科技应用 赶得靠前就是胜利 就能在经济发展上 更快取得成果 东南亚国家 如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等国 之所以那么快 和中国签署5G协议 原因就是想在 5G领域的应用上 领先世界一些 从而获得经济发展上的优势 越南这次质打脸 算是对自己错误的纠正 这么快就纠错 说明越南 还是有反尸精神的 所以这件事好 他们应该明白了 自己的角色位置 到底自己应该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只有如此 越南才能赶上 中国发展的节奏 当然对中国来说 越南的摇摆 再次给我们提了个醒 越南这个国家 是真的 斩有反骨 他们没有反华 是因为中越实力差距太大 自己也没有靠山 那么一旦越南真的找了靠山 并且靠山反华 那么越南的态度 就可能发生变化 对此 中国要保持高度警惕 要知道 越南这个国家 是反复无常的 是善变的 中国要考虑 这个不确定的因素的变化 是善变的 谢谢大家 我给他 我保持 我保持 那天 我都会 感谢 发生 谢谢 你 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